虽然是已经一再的宣导了 不过还是很多民众受到高薪的诱惑 飞去柬埔寨打工 最后是惨遭囚禁 被迫从事诈骗工作 那被害人呢 如果想要逃回台湾 除了花大钱赎身 甚至现在还出现了 拐骗其他人来顶替的方式 就连身心障碍族群都受害 被诱骗出国 外交部估计 至少是有2000人还被拘禁在柬埔寨 目前呢 已经把东南亚四个国家 列为红色安全警示 呼吁说国人不宜前往 警方天天在机场取牌子 全力拦阻民众被拐骗到柬埔寨 但怎么拐还是拐不了高薪的诱惑 民众直到一落地 发现赚不到钱 反而被拘禁逼迫诈骗贩毒 才想逃回台湾 除了花大钱赎身 现在更出现拐骗其他人来 顶替的抓交替方式 联络我跟我说他想要回来了 因为他说在那边 跟对方讲的完全不一样 然后在那边就是有被殴打 被打骂 然后甚至还被关小房间 有被害人物的脱身 竟然锁定身心障碍族群下手 把人骗到柬埔寨 换取自己自由 一名二十三岁的身障者 就被骗出国 直到现在都还下落不明 大多人被囚禁在东南亚 根本无法自由 使用手机 只能趁戏传讯息 回台求救 美式议员应手 为短短一个月就接获十多起 困在柬埔寨的国人 透过脸书私讯呼救 只不过台湾警方再想救援 也无能为力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司法权 没有办法扣起到国外 那以至于我们在整个 侦办案件的部分 受到一些限制 因为我们在柬埔寨 没有办事处 警方获报转成外交部 后续也只能联络 当地台商或是民间团体 协助救援 目前外交部已经把柬埔寨 泰国 缅甸 辽国 列为红色安全警示区 呼吁不宜前往 尽速离境 警政署根据航班资料估算 至少有两千多名台湾人 被拐卖到柬埔寨 加上黑数恐怕有将近五千人 超过九成都还回不来 混在当地 真的别被高兴 两个字蒙蔽 搭向宝贵性命 谢谢张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